來到曼谷 不少人晚上都喜歡去水門市場吃宵夜 最近這兩個月 這裡附近就開了個新夜市 一起看看有甚麼玩 雖然說是夜間 其實他們大部分在下午三、四點就開店 營熱到晚上十二點 這個夜市以不同顏色分區 紅、橙、黃是時尚購物區 綠、藍、紫和灰色就是飲食區 先看看時尚區域 暫時沒有太多特別產品 至於飲食區域就吸引得多了 灰色攤位後面還有不少特色美食車 記者最喜歡的就是這一間 它是一間迷你酒吧 還可以讓客人坐下來休息一下 這邊箱有迷你酒吧 這邊的貨櫃文青市集 都有由年輕人主理的泰式調酒 他們將泰國伏特加或韓式燒酒 配上糖漿或一力多 成為一盒盒的沙丁雞味酒 基本上是在泰國中學生 他們想喝些什麼 像泰國中學生的文化 來混合涼、酒、啤酒 混合涼、酒、啤酒 剛才看到它用了很多熱力多沖 但原來喝下去的乳酸味就不太濃 而且酒味也差一點 這個就是三角色的 喜歡酒味濃一點的 不妨試一下升多一級 要七角色的 這個市集本身玩開Port Up 支持者要透過網上更新 才知道舉辦地點 但今年九月 它宣布落戶閘到閘旁邊的空地 各位終於不用到處撲了 除了有不少拍照的熱點 這裡也有舞台給本地樂團表演 大家可以預備食物飲品 遊行到過週末